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信网早事有机 我们今早请来 中国银性财富管理首席策略师 国家耀Matthew 和我们分析大市走势 Matthew 你好 早晨 你好 联储局主席耶伦 昨晚在国会发表言论 市场相信会继续进行宽松货币政策 隔晚导致反弹过百点 收市可以升117点 不过纳指还未有起息 连跌第二天收市要轻微向下 恒指今早可以跟随高开58点 早段表现靠稳 Matthew 说 恒指继续昨天连跌两个交易日 在外围回稳的情况下 恒指有没有机会做反弹 短线跌定了吗 大致来说 最近都继续受到内地人数影响 看到内地楼市继续有降温的迹象 还有人行继续有收税行动 再加上新股IPO消息 都对A股構成压力 香港这边港股都跟随了下滑 另外外围前一段时间的高位一定反复 投资者又对联储屋 未来的政策方面可能有点担心 所以借势港股跟随了下调 看到昨晚联储屋主席阿耶伦 在国会庭政会的讲话 都表示低息环境都会维持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对安抚市场的信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港股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之后 在低位有一定的技术反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见到现在内地的数据 似乎短期来不容易有太大的改善 所以指数似乎弹回到2万2楼上 阻力都会比较大 下面反而如果大家继续看到 譬如内地的经济数据表现不是太理想 再加上政策没有做一步放宽的消息的话 有机会就要继续有个调整 下面看回3月当时的低位 2100左右附近的位置 港交所今天公布季绩 市场普遍预期 港交所的首季盈利 可以录得一成的增长 预计港交所的业绩 可否达标 如果护港通有更多消息公布 港交所有没有机会回到之前的高位 大概150元这些水平 看回第一季来说 表现都OK的 整体市场的气氛和交易量 所以达标的问题又不是太大 不过升一成的盈利 似乎对股价刺激作用都比较有限 反而大家可能都期待 互港通正式开通之后 对整体市场的交投量 会有多少的带动在这儿 这个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开通 所以暂时似乎股价刺激作用都还是比较有限 都见到它始终有批投资者 期望这方面可以带来一些效果 所以就算最近的市调整都好 它在低位抗跌也相对比较强 但是你说要回到湖港通消息公布那时候的高位 相信要等多几个月开通之后 真的可以带动了交投量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才能做到 暂时似乎都是继续在这些位置 横行的机会比较快 未必说这么快可以有这么大的反应 因为大家看到最近的市况 除了调整之外 交投量都明显是有个下坏的迹象 都显示了很多投资者都是保持观望态度 对港交所未来一两个季度的盈利表现 是会有一些影响在那儿的 华晨最近表现不错 多家大行都上调了华晨的目标价 如何看华晨的表现 短期有没有机会再向上 华晨最近比其他车股做得比较好 内地的城市都会继续行限购 相对来说会对中低端的牌子受到影响比较大 相反由于有限购令到牌加更加高期 其实对豪华汽车的影响相对会比较低一点 华晨来说虽然大家都担心 经济放缓或打贪的消息会不会对它消受影响 但股价由高位都调整了不少 在12元以下开始找到一些支持 但相对其他车厂来说它始终有一定优势 所以抗敌力都会比较强一些 如果你说当市况再一步转弱 它股价回到早龄那些低位 可以考虑拨下反弹 暂时我建议可以观望一下 Maphil 今早有没有股份推介给投资者 今早推介股份是现代牧业編号1117 看回第一季附属的业绩表现都很亮丽 无论收入和盈利都大幅上升 都主要受惠奶价保持高企 产奶量都有明显的提升 一方面它和萌牛的合作 都保证了一个收入的来源 其次它加大自己自有品牌的液态奶的生产 亦都提升到毛利 现在自有品牌的液态奶的销售 都占整体的收入一成以上 这方面预计会继续再提升 未来的木群继续成熟 和资本开始减少 有机会可以有个派食在这里 和认你的透明度会比其他木牆高一点 股价经历了一段调整 股价在三个半附近会有支持 可以在这些水平买入 上网我会先看四个二仙 指示位定在三个月 Mathville 有没有持有上述股份 没有 今早很感谢Mathville的分析 早时有计 明早再和大家见面